我其实很想拍一部科幻片,只是苦于没有比较好的剧本,一直没门如远,在2019年8月8日,对话预言2047的发布会现场张艺谋如是说道。 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代表人之一的张艺谋,绿色获得了各大国际电影节奖项,还击败了12个团队,成为为经贸运会总导演。 面对如今祖国影视业蓬勃发展下新生态的不断涌现,她表示十分喜悦,这激发了她对于作品创造的热情。 而很多人只看到了张艺谋兢兢业业的谱写艺术人生,却不知晓她竟会为小三气糟糠之妻于徒步,后又因一锦之剑,丢下了宫渡八年时光的伴侣。 这感情,她其实是个偏思的个人主义者。 事业张艺谋出生于陕西西安,因为父亲张秉军是国民党军官,1968年张艺谋初中还没毕业,就被派往陕西前线农村拆对劳动。 那使得张艺谋年轻力壮,队里最高内重的活,她都一并懒。 下,我就是喜欢做那些粗大粒,时间短,公分高,公下快的活,队里生出太少,张艺谋就当起了人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